位于北京市石井山区的首钢厂区旧址 部分工业建筑经过改造之后 将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员和访客的导办公寓 而后期对外开放也将会成为精品酒店 建筑设计师李新刚为他起名为仓格 一为新老建筑的延续和结合 一为旧厂房怎样以新的方式存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曾经看到首钢工业园区的一张照片 接近它原来的工业生产的Google地图特别的有意思 就像一个巨大的未来世界的一个巨大机器一样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场地的自然条件出现了 建筑师李新刚作为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总设计师 在主持世界顶级场馆的建造之外 也要负责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首钢工设是冬奥会组委员工的导办公寓 这里由旧厂区遗存的空压机站 反矿舱和电磁站改造而成 原来的情况非常的破败 所以就几乎是要拆掉的 就是一个半废墟状的一种状态 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自然的元素来对待 所以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破败的工业废墟上面造了一个新的房子 我们本身的把它名字叫仓格 首先是上格下仓 就仓上有格 这个仓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这个反矿仓 就这个废墟的一个代表 这个废墟上面生长的是一个新的楼格 那么这个格实际上里面是一个个居住的房间 新房子是足够新的 就是非常完全现代的材料 现代的形式 老房子是足够旧的 就是废墟一样的状态 把它保留下来 把它利用起来 林兴刚认为在工厂改造背后 实际是在思考废弃的工业遗迹 要如何与人们的生活勾建新的关系 餐厅领部的矿仓料斗被保留下来 并加入了新的使用功能 巨大的老旧设备营造出充满回忆的空间氛围 有一个酒吧在里面 它是一个内部空的一个空间 只不过里面不是那个钢铁的那个矿石料 而是人的活动在里面 外部呢这个料斗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料的出口的地方呢 我们改成了灯具和空调的出口 里面有新的家具 餐台也是在那个原来的那些 斜向的那些工业构建之间的 就完全就是那个新的那个饭菜 跟那些工业遗产是都是摆在一起的 李新刚希望通过冬奥会 让中国建筑再次获得世界认同 他在从业三十余年的哲学思考 和对建筑的研究中 用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 来反馈中国的传统和文化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或者说甚至有一点排斥 用纯粹的传统的建筑语言 来去对传统进行回应 居住的房间能够通过外窗 以及阳台 让人呢能够在房间里面 跟外面的这些工业场景 自然场景能够发生关联 战脉啊还有那个这个城市啊 这种行为的这种路径的这种引导和营造 也是很中国的 就是登高望远 所以我更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对我们的这个传统和文化 来有一个反馈 建筑设计是将几乎成为废墟的工业遗产 视为一种特别的自然要素 感谢观看